我看到这个爆炸之后 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 送出去的 这个 品析这边没有接到 具象在两个小时之内 把失望东东的品析这样卸出去 这个是 我想我们的 训练不好 效益不好 没有收到 一定是Low Low 我特别说 每个城市都是 下水 很多地下的空间 这是很不幸的是 Low 失望东东的品析 是分布到 高雄市的 排水管 而不是地下水 这个跟 管线在哪里?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漏洞的口 就在这个 排水沟里面 所以排水沟 就变成高雄市的排水沟 就变成个大炸弹 排水沟的体积越大 爆炸力越大 所以看到爆炸之后 车子都下去了 所以我说很失望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 一个受过训练的人 秉系送过去那边 没有接到 那没有接到 他说拼命说 送过来送过来 我送了一个多小时 失望东东 这时候是非常不得意的 第二点是 发生事情的时候 要赶快的 要把它清掉 一句到 台风可能会来 二次灾害可能省荡 所以我想这个 政府应该是同心协力 上上下下 跟民间有心人 要把他清掉 使他不会下雨之后 再带来更多的灾害 一些 究责的事情 还是要究责 但是呢 这个是有先后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 比如说最近 空气污染搞得很坏 你到北京 吸不了空气 到纽约里也是 这那里啊 根本好像 在烏烟战机的地方 亚洲 如果 谈到公司效应 大家 没有很大的阻止 但是看到 空气污染 他们就会 大家一起来讨论 空气污染的讨论 他们都会说 我们先 不究责 先看怎么样 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们才能坐下来谈议 这个时候 应该是工程会主管的 一个业务 我们现在只能讲说 我们可以要求 新兴的 比如说新的社区 新的都市 你要设个共同管道 这个是很容易用的 也不能讲很容易很贵 我还是提醒大家 共同管道很贵 你要挖共同管道 几乎跟挖起来一样 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要做 我们当然知道要做 只是说 怎么做 谁来负这个请问 所以我们要求 就是新的社区 你要做共同管道 把这点相对比较容易 现在的难处就是说 像台北 高雄 台中 这个已经住了密密麻麻的人 小底下全部去管钱 那你要把它挖起来 做一个共同管道 那 那就等你再挖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大家能承担的 但是我也是认为说 我们也必须要承担 那只是说 我们要花多少钱 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 我觉得是理性的来面对它 理性的来面对它 当然就是说像石油 瓦斯这种危险的东西 这种危险的东西 这个假如根据其他国家的法令 我国家确定 台湾的法令 有没有规定它可以到 人员 这个人口 就是说到都会去 所以你要re route 那re route的话 那也是另外比喻算 所以我是觉得 理想跟现实之间 我们要找到一个 balance 我们要找到一个 balance 那 我们也不能这个理想 你告诉说 我们一定要全台湾都做共同版 我可以几乎可以打包 没有 哪怕先做不到 因为 那个是可能一二十年 这个花了上千亿 甚至还要更高的 更高的钱都做不到 所以只不过也 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 那只是说 这件事情还真的有点继续 它真的有点继续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真实的 答案很简单 要做到 有人讲说 太阳能不行 因为晚上 没办法 挂住 除能社会 那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 也挂不了电 其实这个问题 自从几年前日本提出 这个on grid的观念之后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一定不是问题 on grid就是说 他太阳能 他所发的电 其实是直接就到电力公司去 跟其他的电源 发电的电源 都混在一起实验 工业不太难 所以已经没有除能功能 他不需要除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他是一个 补充的替代能源 他不是整个 都是有太阳能 他只是一部分 比如说 我们现在3.7% 有些国家到了 很快就到20% 25% 那就是一部分 所以他是on grid的观念 所以他不管 晚上下雨都没有管 反正他花了电 能花电 花了电 就通通到地理公司去 跟其他的电是混起来 工业面 这个使用者 所以除能更不是问题 这个电不是花了自己用 不是 是统一到了台电 然后地理公司再统一 口头来与 他的好处就是说 在尖峰的时候 最贵的电 他最会花电 太阳中午最大的时候 他花的电最贵 所以这个观念 就是夜间 下雨天除能 这个观念 我这里解释一下 他根本就不是 我们的 谢谢